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3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条法案 授权了拜登全面禁止国际版抖音TikTok用于美国的所有设备 理由则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而这种动作早在2020年特朗普救援总统时就已经上演过一次 当时特朗普签署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任何实体和个人与TikTok进行交易 理由也是称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不仅仅美国,一众西方及非西方国家都纷纷加入了封禁之力 如加拿大,日本,韩国,欧洲等一众国家及地区都采取了封禁措施 那一款短视频社交软件为什么能让美国等一众国家恐惧呢? TikTok真的威胁到人家的国家安全了吗?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海外版抖音让美国害怕的原因 TikTok其实跟我们国内日常用的抖音是一样的 就是一块日常娱乐的软件 在国外受到广大网民的热爱 因为它相当于打开了民众沟通的渠道 国外常用社交平台模式都是类似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样 必须要关注了某个人之后才会给你推送该作者的发布内容 比如现在国际上最大的社交软件Facebook 如果你没有关注创作者想看到相关的内容就必须通过搜索 而抖音的模式就是不再以创作者为中心 也不局限于粉丝 你的内容会随机推荐给感兴趣的用户 不需要积累粉丝就能有关注度 所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你会看到一些能拥有百万或者千万级粉丝的人物 一般都是些有名的企业家或政客 平民想获得高关注度基本上能入登天 那可能就会有朋友问了 这又有什么能让别的国家所害怕的呢 我们以美国为例可以分析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它动了资本的蛋糕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简单来说 他们的社会是一个以资本家为首的 而TikTok的模式看起来只是一个短视频社交软件 但它却无形中涵盖了多个互联网行业 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核心技术 叫做个性化推荐机制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问题 抖音怎么会这么懂我呢 简单概括就是抖音会根据用户日常的使用习惯 给推荐对方需要的商品或者内容 那这个功能如果加上庞大的海外互联网用户的提量 就能抢走许多行业的生意 如我们常见的广告投入 在海外 Instagram和Facebook等售价平台 主要就是依靠广告主投放广告来赚钱 但是在大众化普及率极高的TikTok 投放广告的成本相比之下 已经不是很低 而是极低了 所以广告主们会更加青睐TikTok平台上的投放广告 加上个性化推荐 就能更精准的去获取客户 再比如搜索引擎 国外常用的谷歌 TikHub等搜索引擎 一般模式都是客户需要什么就搜索出来 出来的方式也大多都是文字一类型比较单一的形式 那TikTok这种视频解说类的展现形式 则更能吸引用户 而且有时还能根据用户的搜索痕迹 来反复推荐相关视频进行大意解惑 这抢走用户的同时 无形之中相当于还抢走了广告投放 那拼得最狠的还属电商平台 TikTok这种直播带货的模式 加上个性化推荐算法和庞大的娱乐用户群体 把国外如eBay亚马逊等一众电商平台给看呆了 货还能这么卖 它不仅缩短了商品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还能猜到客户的需求和爱好 从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你推荐 这种在娱乐中还能卖货的神奇操作 也是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击了一部国外的电商市场 而TikTok根据它的这种机制 在互联网上所能覆盖的实体行业 更是几乎达到了无处不在的存在 这也必然的会让西方等一众资本家不乐意了 第二扼住了舆论的咽喉 2020年特朗普在塔尔萨市举行一次竞选集会时 有将近100万人申请了门票 为了这次机会特朗普也是精心准备 但是到最后却只来了6000人 原因就是一个51岁的中学音乐老师 在TikTok上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号召人们疯狂抢购特朗普的集会门票 然后再拒绝出席 也是这一举动让特朗普感受到了民众力量的可怕 于是在9月中旬便签署了总统令 要求美国人禁止与自己的跳动公司来往交易 那估计会有朋友问了 美国不是号称全民民主言论自由的吗 是的他们是言论自由 但是这种言论也一定要是经过了高层认可后才能传播 例如大家一定还记得 特朗普在美国进入大选最后只可时 他的推特账号直接被封掉 还有俄乌冲突 推特把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全部封杀 IP地址显示在俄罗斯的用户也是直接封禁 无法正常登录 而这就是掌控舆论的主导权 通过社交软件来垄断世界上的网络信息渠道 牢牢抓住了世界舆论的话语权 而现在TikTok就是相当于在美国舆论霸权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同时也给了广大美国民众一个倾诉新生能自由言论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 这个平台再也不只有你的朋友圈能看到 它是从指数扩散的 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让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看见 现在像我们国内基本上任何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倾诉的渠道 网上人人都是监督者 这也只是在我们的国内社会能起到这样的优势 但是像美国这种国度是肯定行不通的 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政党之间的不信任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信任 就注定会导致TikTok成为美国民政和政党之间互爆黑料的巨大集散地 像2020年2月3日 美国俄亥俄州的化学品泄露事故 在主流媒体的操作下 此事仅仅在美国掀起一点波浪便匆匆带过 而当这个事在TikTok上传播之后 现场震撼的视频冲击了人们 让这个事情又再度被关注了起来 而TikTok对于美国来说 相当于给了美国民众一个人人都可以当斯末登的机会 据统计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青少年使用TikTok 巨大的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渠道 而美国及一众西方国家所宣称的威胁到国家安全 也完全是找不到更正当的理由了 早在TikTok进驻美国时 为了迎合政策 已经把自己海外的数据迁移到了美国甲骨文公司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 我在去你那时已经对你坦胸露乳般的真诚 但是你还怀疑我多吃了泥碗粉 所以对于美国的一众西方国家这种行情 说白了 并不是在害怕中国的文化入侵 影响国家安全 而是资本家们害怕这样的模式 动摇了他们的利益 还有恐惧民众一旦拥有这样的平台后 就再也不能有效的把舆论控制在自己手中 去奴役民众思想了 但你们觉得西方害怕TikTok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请把你的观点分享出来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